我是一個透過學習 去怎樣忘記的人 透過家怎樣去減的人 我是周國賢 我是Andy 每一個人,每一個國家,整個世界 但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課題 我覺得香港是一個很小的地方 但它不知為何就是全世界很高的能量 它的革命發生得很快的地方 亦都是很多機會的地方 我最近跟一個二十幾歲 剛剛夾病的年輕人聊天 我發現他二十幾歲 但是滿載四、五十歲的怨氣 可能因為社會太多問題正在發生 他們的責任和負擔也是很沉重的 比起我們 我們那個年代是只顧著玩 哇,你先 calm down 你不用怕 總之你一定要保持這份信念 你保持著寫歌 因為你寫的每一首歌一定會播 你播每一粒粽一定會發展 只不過你現在還沒看到 你只要深信你自己的作品 它一定會有發展 我如實地告訴你 這個世界不是每天都有彩虹的 會有下雨的時候 會有意外 人不是只有正義與邪惡的 邪惡的人也有正義也有好的一面 善良的人也有暗黑的一面 我相信是Balance 包括我自己 我也有很多陰暗的一面 但是我如實地告訴別人 這個世界是這樣的 但是不要緊 有問題 過分 positive 的東西 其實它是一個逃避 正正告訴你 這個世界是這麼... 很多問題的 很多問題的 所以我們要勇敢地面對 面對 其實我Divide自己挺耐弱的 但是幸好我有挑機的一面 我不會耐弱 我會哭 我會猛疹 我會躲起來 我會躲起來 我會... 有很多人不知道 我會有很軟弱的一面 但是我仍然相信 我會站起來 如果我是其中一個角色 我會是星馳 其實要倒塌 但是都會站起來 但是要人救 身邊有個阿典男 做的 努力讀書 努力讀書 哈哈哈哈 多喝水 對 對 我們那一代太幸福了 我二十多歲的時候 真的是玩 但是他們要背負的事情太沉重了 不要氣餒 不要氣餒 一定要堅持 總之信你自己 內心的感覺 應該這麼說 人人都覺得對的事情 如果你覺得不對 你要信你自己的感覺 就算我現在這樣說 你都可以不相信我 但是你要信你自己的感覺 要信你自己 每一次離開了 再回來 好像都注入了一些新的能量 即是無論是歌曲上 或者是作用主事上 都好像有一些新的動見 每一次都是 因為那些音樂 基本上沒有變過 好像是將這個年齡的我 回到二十多歲的那個時刻 正正因為我不是這樣 所以我才想成為這樣 即是我是可能 我是一個情感上 都挺拖泥大水的 很多包袱 情感的包袱 即是小時候發生的 一些不好的事情 一直都會牽涉著我 亦都是正正因為 我擁有這些 這麼多包袱 所以偶爾會拿出來 寫歌 我也在學著 怎樣斷捨離 或者是慢活 我去蟬修也好 或者是我有時候去斷食 我吃素食 不是因為我很威猛 不是因為我覺得自己 高人一等 而是正正因為我 我是想不碰 所以我才會這樣做 我每看完一本書 或者學會了一個知識 是減走一些不需要的垃圾 即不是加東西 而是要學會怎樣減東西 因為太多的垃圾 我覺得我人生的目標 就是減到最自在 最爽的 最模糊 最瀟灑的 我要找回那個瀟灑的狀態 這件事很想